日本媒體報導說 3日舉行的五方視頻初商結束後,就海外觀眾問題表態表示狀況是很嚴峻,需要謹慎判斷。 東京奧委會的主席喬本聖子表示,他希望在3月25日前對來自國外的觀眾作最後決定,介紹火具日本站將開始傳遞。 他在持續90分鐘的五方會議結束後對記者表示,對於新的病毒變種,這也是一個需要仔細考慮的問題。 謝謝大家。